台湾小姐好家第一也就是刮包 搭配熟喜爱玉 今年也能成为台湾鸡羹 国立普道家庄餐饮科于山清老师 日常参加力控EQTICC泰国各种烹饪杯比赛 在到世界創意小姐的金牌 国立下这个行务上有創意志亚作的最关分 并且以創意汉堡創意小姐的金牌 让台湾的小姐再度拥命小姐 虽然已经在到世界金牌 但是余山清老师等到好好也是人情教科 将所欲全都教育同学 TICC泰国各种烹饪杯比赛 是由世界中博筛校回收人情的比赛 是全阿州最代表性的赛数基因 所以基因世界各国餐饮選手参加这种餐饮选書 余山清老师以台湾在地传统小姐好家地 也就是刮包 搭配台湾得一位熟悉爱玉 各一堂呼噜作合成像台湾亚期小姐文化的作品 全方发挥台湾口味的精神 在到并性的困境 契合世界創意小姐专业做的金牌 参加的这个项目是世界小吃 那我自己本身对小吃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我在决定这个主题的时候 曾经有想过很多的想法 包含像是鹅仔煎 然后或者是碗粿 这些都有想过 那后来呢 其实我觉得小吃是 每一个人对于故乡的一个记忆 还有怀念 那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爸 我家住在彰化市张南路 有很多张南路往 那个从彰化到南头的时候 都很多割包免下车 那其实我对于这样的记忆 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小时候爸爸买了一个挂包给我吃 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那现在也成为我非常怀念的味道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 以这个很有故事性 然后又很有代表的这个小吃 来去做我这一次的主题 那爱玉的部分是 我在设计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觉得说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吃焢肉这个部分比较油比较腻 那我觉得说 搭配一个台湾特有的柠檬爱玉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出国比赛不仅是够冠军 更让就有这个机会 还是到世界各个不同的餐店 并且将经验团形成 中度大理餐饮该是什么 我这边去参加比赛除了是我自己 专业能力的自我突破 那我自己本身是餐饮科的专业老师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 像学生在学习餐饮的同时 那我们虽然是发挥了在地本土化的精神 也把台湾的精神发扬到国际 那同时我借由这次的比赛经验回来 我带给学生很多的回馈 包含看到世界各国的人的饮食文化 然后包含说世界各国 他们在烹调手法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技巧上面的突破 那这些都可以作为 我在教学上面的一个参考 然后借由这些教学参考 在我们的实作课程里面 都可以让同学多多了解 世界各国现在的一个餐饮趋势 然后同时建立国际观 对学生来说 可以跟世界金牌专业的学习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学生也很感谢老师耐心的教学 让他们驚你参应的世界 老师上课就是很认 就是对我们就是很细心在教导 然后就是可能出事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哪些地方做错了 他就会很严格 就是不会让我们只是玩而已 对 老师教书教得很用心 就是每个同学只要有困难 他都在帮忙 然后上课的方式也很特别 也不会实实斑斑 就是会融入一些现在大家喜欢的东西 就是上课很有趣 不过到家庄校长的标识 山青老师平常是高下人精勇心 在到后来苏仙的困难 这次参加各种专业比赛 不断组络的挑战 是好好苏仙最好的魔幻 山青老师是我们国立别头加上 非常优秀的餐饮科老师 然后他得奖无数 而且他也出了一本有关台湾小吃的食谱书籍 目前效量也非常好 然后在学校教学认真 非常受到学生的喜爱 那这一次呢 他要特别到泰国参加比赛 得到金牌银牌 还有一个创意的最高分 是真的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大的荣耀 那我们希望说余老师呢 未来可以继续在我们学校服务 然后呢再搭配我们学校 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一个餐饮科设备 我相信可以给我们学生 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环境跟机会 为什么都不想到各自的比赛金牌 余山青并不是餐饮专业出身 各种也是商业经营科比赛 以勇敢逐务挑战 在世界比赛当中一直得到金牌 他也希望以主星的经验团想产业专业 并且开头各个市场 来将近哈星亚在各个部队的竞争力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报道 彩虹报道